小桃 小桃 阿姨玩这个特别厉害 要不要我教你 你看你解不开吧 来 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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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阿姨教你解开这个 那就答应我一个条件好不好 什么条件 九月份开学了 你要去上学 可是如果我去上学了 就没人招呼我奶奶了 阿姨帮奶奶找好了 可以帮她治好眼睛跟医胸 真的 那我奶奶就能看见了 那是不是要很多钱啊 我家没有钱啊 不需要你们家的钱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 是他们捐的钱 就像阿姨来我们这里 帮助我们读书一样吗 所以呢 你要去上学 等长大之后 去帮助您需要帮助的人 记住吗 你看 上次来呀就想给你的 小鸭子的铅笔盒 喜欢吗 拿着 还有这些小本本 是小熊跟小企鹅的 等你回去上学以后 就可以在上面写日记了 来 我没想到 你能对每一户受资助的家庭 都清理清理 我希望通过我最大的努力 改变这些孩子们的人生 我原本以为你做慈善 至少有一半的原因 是为了给乐学做宣传 是我想下癌了 你之前说你做慈善 是受了你父亲的影响 你平时很少提到你父亲 我爸呀 他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 却从来不求任何回报 我爸呀 他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 你少喝冷饮 胡萝卜 来 喝口茶 好 你是不是跟那个 张晓燕住在一起了 但是 妈 你说 怎么说呢 我们就住了一天 曼曼啊 你 你跟你那男朋友 你俩住一起了 你俩是没命没分的 这 这 这算是 咋回事啊 女 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自爱 不行啊 你 你赶紧搬出去 爸 我跟他住一起 你说我要自爱 你怎么不说他呀 什么思想啊 来 赶紧您问问你妈 让你妈说啊 说什么 人家谈恋爱呢 你这当妈的也这么放任女儿啊 这 这怎么叫放任呢 这 那 那个男孩咱俩见都没见呢 你就让他俩住一块 不是 见了你就让住了 我的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我们俩刚住第一天 而且我们是分开两个房间睡 行了吗 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一人一个房间 那 那也不行啊 你这别人 谁会相信你俩一人一个房间呢 这传出去就就 别人会误会 会 会说三道四的 不行啊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们俩啊 赶紧结婚 你也不用不愿听 过两天你回上海 我跟你妈 我们俩也去一趟 去一趟啊 咱俩 去见见那个张晓燕 跟他好好谈谈 谈什么呀 结婚的事啊 妈 你看他我真受不了了 我闷死了 曹大磊 女儿都长大成人了 有自己的主意 她要真想让我们见 迟早都会让我们见的 我们俩主动去干吗呀 丢不丢人呀 行行行 我说不过你们俩啊 休战 你们孩子给我加点 那个 娜娜 这厨房里没醋了 你去小区 小区超市去买一瓶去 你爸吃醋了 去给他买醋 既然有人爱吃醋呢 那我就去买好吧 把胡萝卜放这儿了 买老陈醋啊 你买老陈醋啊 知道了 买买老陈醋啊 买买熟熟的 老陈醋 知道了 爱吃老醋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你 你 你是不是糊涂了 等到娜娜 让咱们去见的时候 他俩就指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两个人要是能够结婚走下去 那解大欢喜 可万一要是两个人分手了 那 我 你不了解男人的真实想法 是吧 那些男的他 他都是嘴上说不介意 哪都是装的 可实际上心里还是 他心里头最在乎的 无非还是 陶大蕾 你说你每天心里想的 都是什么呀 乱七八糟 他不是我这么想 是 他们会这么想啊 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咱俩的心态完全不同 聊不下去了 你口口声声说 要为女儿考虑 为女儿考虑 怎么这么大的事 你就犯糊涂呢 你怎么了 不舒服了 被你气了 天天气过 我去单位值班了啊 我不气你 你要是真为女儿好 你就好好考虑考虑这个事啊 赶紧走吧 完美完美了 我尽竟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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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爸呢 你爸去值班了 我走了 好啊 妈 看我给你买个小面包 可以救入茶吃 谢谢女儿 怎么了 没事 我 你 不舒服呀 我胸疼 妈 没什么事我先上楼了 行 上去歇着吧 妈 你等会儿 我有话跟你说 想当着老婆的面 没什么可说的 我累了 姥姥也要休息了 我知道你生什么气呢 一整天不理我了 聊聊吧 知道还要说 知道不说了 哎呀 瞧你们两个又叫什么劲 好了 我跟你说到和好了 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个事情是我经过 慎重的考虑的 我决定了 我要和他在一起 你给我闭嘴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我还要怎么好好说 该说的我都说了 对我说尽了 还是那句话 一个连自己家庭情况 都说不清楚的人 还怎么能牢靠 一斤那是啊 你妈说得对呀 周到他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咱不知道 就这样的情况 见姥姥这儿就过不去 我都弄清楚了 周到都跟我坦白了 耽误你这么些年才坦白 什么东西 你听他说 你说 需要拖 全拖吗 不用不用 把胳膊抬起来 抬口 抬口啊 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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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也疼 不是大夫 这是什么问题啊 现在我还不能下定论啊 不过从B超的情况来看 肿块的形态和边界 都不是太好 你也别紧张 赶紧去做个木把 和乳腺合磁 等报告出来了我们再说 妈 真没事吧 那怎么又多做了几项检查呀 医生比较谨慎嘛 大夫说了 真是普通的节节 十个女的 八个有 哎呀 让我以后少吃咸的 吃清淡一点 少生气 少累着 所以你别老惹我生气 我 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 嗯 反正你那个检查还出来了 我再陪你来一趟 不用 你不是明天要回学校吗 我 你管我 你那个报告结果出来了 第一时间得告诉我 我好放心 你知不知道 好 好 我告诉你 啊 我得交代你一句啊 你都这么大人了 做任何事情 得被自己辅助任了 我知道 我是谁呀 我呀 陶淑娜 陶淑娜是谁呀 陶淑娜是你宝贝女儿 宝贝女儿得听话 嗯 这 就这些了 全讲完了 讲完了 你宝贝啊 陶淑娜 你别吓我呀 陶淑娜 妈 妈 你醒醒 你醒醒 妈 你醒醒啊 陶淑娜呀 妈 妈 妈 哎呀 苦苦 哎呀 他这是出了什么血呀 哭吧 哭吧 你哭 哭出来 哭出来 他是不是出了血呀 陶淑娜 哎呀 陶淑娜 哎呦 可怕我归居了一下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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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 那这上辈子人的恩怨 周到也是无辜的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家庭 两辈子都过不去呀 陶淑娜 陶淑娜 妈 求你 求你 赶快跟他分了吧 这是个无敌深渊啊 妈 我既然打定主意 回来跟你们说 我就不会改变主意 陶淑娜 这可是个大事啊 你得给我们的精神准备呀 你 陶淑娜 你要我答应 除非让我死 陶淑娜 陶淑娜 你瞎说什么 妈 你听见了 这家人就是疯子 你也蒙了吗 你非要找这么一个罪犯哪 妈 我很冷静 我和周到都是从小挨打 然后被骂一路长大 哭着的小孩 我们现在长大了 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 就算以后我们俩分手 也是因为事业 或者性格不合 或者其他原因 而不是因为我妈说 她是罪贩的儿子 我听明白 听明白 都是我的不对 从小到大 我把心把感 头心头肺地为了你好 这也不对 是吧 不对 我敢死 妈 我问你 你说你做什么都是为我好 到底什么时候你说 从小到大 你的要求我每一个都满足 我按你的要求 每一个每一个方式我去活 但是到头来呢 你对我满意过吗 你从来都不满意 你从来都看不上我 我的选择在你那里 永远都是错的 所以你就那么恨我 非要跟周到好 非要跟他在一起 没有 你是我妈 有什么恨不恨的 我现在就是要跟我喜欢的人 在一起 周到是什么样的人 我很清楚 我更清楚的是 我不会活成你这样的人 妈 你问问你自己 这么多年 你痛快地笑过吗 你真正开心过吗 你在脖子我妈 我没有 我只是在跟你说我的心里话 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 我都不会让你 也不会允许你 在影响我以后的人生 在这里 我又要晃晃 我又要晃晃 是你多浪花 我又要晃晃 我又要晃晃 你多浪花 比我爱的阳光 比我的梦温暖吗 想想着触碰着 比较不渴望 你也很好 你这辈子总算发了一次痕 你最爱你的 可能也是你最爱的人 但什么是爱的 你吵不过气的时候 你爱打的时候 你掉眼泪的时候 问过自己很多次 无数次 我要在灰暗中成为泛滥 我要像孤岛伤空的云彩 一落染海想张开风帆 我要飘向最深的一片海 像宋梦枪梦枪 那么凶 那么狠 那么痛快 你憋了好久的这口气 让你快要窒息的那口气 终于又让你活了功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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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饿了 所以 你才 Aimé 妈 妈 我要走了 但有事 这么着急地甩开我 需要跟那个周到在一起 晚回上班 昨天该说也都说过了呀 行 你现在是长本事了 要走我也拦不住 从今往后就倒没有这个妈 你是我妈 我也是你女儿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 我以前也想过 我要不是你这么玩就好了 那我现在就觉得吧 有了你好好的 我好好的 不行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什么时候跟那个周到分手 不说话是吧 那与其看着你眼睁睁地毁了自己 还不如把我现在饿死算了 您说您动这么大气干吗 我等会儿再给你买一份早餐 别伤了身体 干上去 我没跟你开玩笑 行啊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 你一天不分手 我就一天不吃饭 您好好的 我走了啊 您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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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拿了 都拿了 全藏好了吗 在呢 时不常摸摸 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 还有啊 就是我昨天想了一晚上 那就是个普通的二本 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发展 你要不要再 再复读一年 妈 我肯定还要考研究生呢 我考个更好的研究生呗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第一次出门我不放心 妈 到底走不走 一趟到车了 我都走了啊 妈 拜拜 走 走吧 正好永远别回来 我来吗 不用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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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那个检查结果 你到时候告诉我啊 我都说一百遍了 不然我给我爸说了 让他陪你 我求你了 让我清静清静啊 给我吧 你就放心走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给小嫣发信息呢 我让他来接我 但他好像 又被抓去做实验了 那不是好事吗 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羡慕嫉妒呗 他总是被抓过去 我也想去 我也行吧 怪不得是我喜欢的人 你跟小嫣在一块啊 我是支持的 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 刚才有没有原则上的问题 总比在结婚以后 发现得要好 你说这干吗呀 反正我觉得我们俩 只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甜 还一句话 你别嫌我啰嗦啊 作为一个女孩子 一定要学会 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身体受损 我知道了 我自我保护意识贼强 放心吧啊 好 我放心 那外败是你买的 怎么也没我爱吃的小笼包啊 正买些我不爱吃的 那外败是你买的 怎么也没我爱吃的小笼包啊 怎么也没我爱吃的小笼包啊 曹总 您真神爱 您推荐的那个网站 您推荐的那个网站 我买的那几只股票都赚了 我太相信您了 要投二十万啊 二十万解雇 我投三十万 我再凑凑鞋 啊 不可好 妈 妈 我到了 你记得按时吃饭啊 老师 总理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好去接你 我这不刚到新单位吗 别老请假 不好 这个单接我了 好 你得收拾屋子啊 爸 收拾收拾 都挺好 你呀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收拾屋子 你说的是我妈 累了吧 我给你做饭吃 咱们干上这点多少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 你还怕我不管你钱 你sun啊 真是 放心啊 一个月之内 我连本待期一块儿还你 喂 喂 你没事吧 是不是 我一吃东西低血瘫了 给我快坐沙发上歇会儿 快来快来 我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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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我点点吃的 一起吃 你想吃什么 我点 我没胃口 好点吗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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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啊 来 来 来 坐下 坐下 来 来 坐下 坐下 那我到了 你今天还是吃饭啊 我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 等你 跟周到分手的那天起 你再管你妈的死活 是不是 黎玺就跟周到在一块儿了 怪不得气得 你连饭都不吃了 现在什么情况 我也想想办法 你赚钱了 你这是什么话 李洁也是我女儿 你以为我不关心她 我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 等你跟周到分手的那天起 你再管你妈的死活 还有一个汤啊 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 怎么了 我妈闹绝食呢 不吃不喝的 我有点担心她真这么闹下去 会出事吧 是因为我的缘故啊 不是 是因为我真的跟她摊牌了 这三十年我憋着不敢说的话 这次全都跟她说了 说出来也好 说出来了才能开始相互了解 先说好了啊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好好吃饭 阿姨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 好吗 好吗 饿了就吃吧 吃吧 好吗 我们的朋友们 好吗 好吗 一遍 熊 好吗 好吗 我来来 我们再给你一遍 张晓燕 我现在缺个假 等我填个包 你掩护我一下 他们从右边来了 张晓燕 那呢 用不用我掩护你一下 你提前回来了一个钟啊 我 你不是在实验室吗 对我失去实验室了 但就是一个小活儿 我干完就回来了 我也就刚刚到 你喝水吧 晚饭我叫好外卖了 不是你平常打游戏啊 打得还挺逍遥自在的 我以为你脑子里 平常装的都是 学术这样的东西 你生气了 我真的只是偶尔玩 因为 感觉在海道里钢枪 有时候也挺解压的 我生气 你为什么不带我吃鸡 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玩 你自己玩 我怕跟你一起掉分 你跟我一起掉分 上线 来 早说呀 快点啊 去吧 罪犯的儿子 想做我的女婿 我呸 她就是一直瞒着义锦 哄着她 想让义锦离不开她 想让义锦离不开她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呀 我头一直看你这么激动 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义锦呢 我是她爸爸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 往火坑里跳啊 这回你做得对 坚决不能同意啊 是啊 我还没那么糊涂呢 今天早上老三打电话来 我都喇得跟她说 这种事情 我觉得容不得商量 实在不行我跟你一块儿 去找周到 把她哄回老家去 我跟她都说了多少次了 没用啊 这主要还是在医锦 所以你就不吃饭 逼着女儿就饭 那你说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这个办法倒不是不行 就是得做得严重点 才能护住人 那要怎么做呀 你再饿两顿 坚持坚持 明天看我的 你尝尝这个都难 我妈特意待了 让你尝尝 替我谢谢阿姨 好喝不 好喝 我跟我姐在家 如同不让我玩 嫌我吵了 咱俩都好 咱俩可以一起打游戏 又多一个共同爱好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么痛快 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爸妈都不让我玩 觉得这浪费时间 我都只敢偷偷躲在被窝里玩 你傻不傻呀 躲在被窝里玩 要是能像你一样 做什么事都那么开心就好了 当然了 不开心干嘛要做呀 就好比 我不考博 我就会遇见你 我不遇见你 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对不对 都是因为热爱 我们才能走在一起 果然不是因为暗恋我 不是追随我的脚步 这样是有之吧 再来一局吧 真要来 我怕你出的太惨了 那这样吧 要是我赢了的话 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说 姐哥 我 我 你要一直睡在那个书房吗 我是因为每天要早起 我怕影响你 行 我开玩笑的 那我换一个赌桌 咱们先开吧 我 我再想想 来 这个再往左边一点啊 好 对起来对起来 千姐 再升高一点二十公分 可以可以可以 这道具这么快就到位了 好 好 好 还是你厉害 小丽啊我跟你讲 我这次啊 是动用了私人关系啊 早催晚催啊 他们给我面子 才敢工作出来的 辛苦你啊 应该的 应该的 对对对 就那样 挺好的 往左一点 对对对 起往比这儿 转转 好 师傅 麻烦停一下先 先放 先放下 先放下来 好 咱们后面 前姐 这批套具具体的规格 色号还有图纸 都给到厂家了吗 给过了呀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这出戏 最重要的不仅 就是这棵树 但是他身上这色号 跟我们要求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这个背景墙 那个鸟窝 这些重型道具 承重不够啊 这要出了舞台事故 怎么办啊 小丽啊 你现在是我们部门的 总经理了 你这 开始站着说话 不嫌腰疼了 就咱们聚员那点钱啊 那点可怜的预算 我跟你讲 要不是我催了他们呀 我豁出老脸去求的呀 姐姐不行 我们得重做这些大局 重做 要是当我拍摄啊 没办法跟上面交代 我跟你讲啊 小丽儿 你这个黑锅 不能甩给我的 不会 我来负责 你现在就让工人 把这些东西拆下来吧 我们剧院不能要 不合格的东西 不是 陈姐 嗯 我们刚搭好了 就是让我们拆吗 你没听到领导 发话了吗 拆呀 来来来 拆拆拆 拆我 我拆拆了 拆 拆 喂 妈 李琴 是我 爸 你怎么拿着我妈手机呢 你妈不吃不喝 晕过去了 不是 那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啊 她死活不肯啊 她说了 你要是不和周导分手 她就这样死了算了 我是没办法了 一姐 这可是你亲妈呀 不是 你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呢她 你等会儿 我 我打个视频 你让我看一眼我妈 好不好 你等下啊 要视频 要看你一块儿 快看 大爷大爷 你去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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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妈 你看你妈是不是躺在这儿晕了 爸 你这什么角度啊 什么都看不见 好好好 你看你妈脸色多差 三天都不吃不喝了 等觉都不行 爸 我妈是真晕了 可不真晕了吗 就是叫不醒啊 明伟 明伟 你看 是不是叫不醒 这样下去可要出人命的 行 我马上叫120到楼下 你们去医院警察 你们去医院警察 我再骊你 hen